今天是6月6日,是洛曼底登陆80周年,1944年1月1日,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策划了跨海进攻方案,代号霸王行动也称之为帝日洛曼底登陆,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两溪登陆作战。 这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行动,开始之前连雄才大猎的丘吉尔都有犹豫,不是出于胆怯,而是出于仁慈,因为他想到海滩上会逮满英美两国优秀青年的尸体,宣写浪红海潮,出发的时间因天气恶劣一再推迟。 直到首席气象学家斯泰格上下认定,6月6日,天气稍好,有行动的可能,艾森豪威尔在指挥部静坐沉思良久,终于起身,低沉地说,我们干嘛。 在发给登陆部队的通告中写道,士兵们,你们的目的是消灭纳粹暴政,带来自由世界。 而由BBC传递给法国抵抗组织的命令,却是维尔人的诗句,单调的倦怠,刺窗我心。 1944年6月6日浮响,第一批美国士兵在这个最具有标志性的奥马哈海滩登陆,急促登陆场中,这里的地形最险恶,海滩宽不足百米。 翘岸必利,上面布满了火力点,德军,隆美尔将军,刚刚指挥加固了大西洋壁垒,碉堡水泥护墙,厚达一米,登上海滩的士兵,立即投入单兵格斗,血肉相补,生命相拼。 登陆的第一天,美军就奉献了6577个年轻的生命。 今天,美国总统拜登,法国总统马克龙,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德国总理素尔茨,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,以及其他2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, 在诺曼底奥马哈海滩,庆祝战胜纳粹主义的胜利。 今天上午,英国国王查理三世,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,在最后一批二战退伍老兵的见证下,主持了仪式。 一,欧洲战火从南。 八十年后的今天,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乌克兰。 你能注目的是,曾经与希特勒德国作战中超过两千万苏联军民上升, 曾经为盟军战胜希特勒作出重大牺牲和奉献的前苏联继承国,俄罗斯却没有被邀请出席在洛曼底举行的纪念活动。 2014年6月6日,尽管克里米亚在三个月前被俄罗斯吞并,但普京仍以和平的名义出席了洛曼底登陆纪念活动。 6月6日,美国总统拜登在一场纪念洛曼底登陆八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重生, 我们绝不会放弃防卫乌克兰,不能让俄罗斯威胁更多的欧洲国家, 想霸凌者投降,想独裁者屈膝,是根本难以想象的。 美联社引述拜登在洛曼底附近美国公募致死的话说,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,这就意味着我们忘记了在这些神圣海滩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 拜登在谈及当年在洛曼底海滩冲击登陆的美国官兵时说, 我们要对得起他们的牺牲,我们必须记住他们那天在这里成为英雄的事实, 并不等于说,我们可以放弃我们今天必须要做的事。 民主从来没有保险,每一代人都要尽力去维护他,保护他,为他奋斗,这是时代的考验。 这一次洛曼底登陆,纪念活动特别令人感叹, 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由二战老兵参入的纪念活动。 出席今年纪念活动最年轻的二战老兵已经将近百岁, 拜登会见的一位老兵今年已经104岁。 普京和俄罗斯官员缺席洛曼底登陆的纪念活动, 既说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不得人心, 又展示了不可一世的普京, 现在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成为一个孤家伙人。 二,乌克兰传来解报,在乌克兰总统哲联斯基与西方盟国领导人一起纪念二战盟军帝队。 若曼底登陆80周年之际, 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继续重创俄军, 并派选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边境地区的炼油厂和燃料库。 俄罗斯罗斯托弗州州长瓦西里·戈罗别夫州市说, 连夜的无人机袭击集中了该州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。 另一个边境地区别尔戈罗德州的州长格拉德科夫说, 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集中了一处石油的储存库, 致使其中一些藏油罐爆炸其火。 同时,俄罗斯也在攻击乌克兰的人员基础设施, 导致大面积停电。 这一攻击的目的是为了削弱乌克兰公众的士气, 并打烂军工厂的运作。 另据新闻周刊报道, 6月6日,乌克兰军方说, 俄罗斯在这一天内有1300名士兵被打死, 48个火炮系统和总共125辆汽车被摧毁, 其中包括22辆坦克, 40辆装甲车, 63个燃料和其他车辆。 泽连斯基表示,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攻势中, 损失是乌克兰的八倍。 而乌克兰国防部6月1日在一个声明中说, 俄罗斯军队在5月份损失了38904人, 这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最高的单月损失。 报道指出, 像莫斯科一样, 几乎也没有提供更新的战争伤亡信息。 不过, 美国国防情报局2023年4月外泄的一份评估说, 乌克兰军队有12.45万到13.1万伤亡, 包括15500到17500人阵亡。 在泽连斯基访问巴黎之际, 法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换营2000-5型战斗机。 换营2000-5型战斗机, 是法国达索航空公司设计和生产的一种夺用途先进的战斗机, 可以装备MICA, 也就是导弹制导近距空战导弹, 增强空战的能力, 也可以携带各种精确制导炸弹和导弹, 具备对地攻击能力。 马克龙表示, 驾驶幻银战斗机的飞行员将在法国接受培训。 此外, 法国计划培训4500名乌克兰士兵。 马克龙称, 法国的愿望是帮助乌克兰组建一个军事加强旅。 3. 普京末日礼祭6月5日, 在27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团期间,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多国通讯社领导人进行了会谈。 这是2022年, 俄罗斯发动, 入侵乌克兰战争以来, 普京与国际媒体界的首次碰面。 普京批评西方国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武器, 继英国、法国之后, 上周美国、德国也宣布允许乌克兰使用其提供的远程导弹,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。 普京还否认莫斯科对前苏联领导有所企图, 并称俄罗斯无意攻击北约。 他说, 你们意想出俄罗斯要进攻北约, 是不是完全失去了理智, 是谁编造的, 这是垃圾, 完全一派胡言。 他对法新社说, 称俄罗斯有帝国野心, 也是无稽之谈。 2022年2月,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后, 当年9月, 俄罗斯囤兵了其部分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四个地区。 2014年, 俄罗斯以类似的方式囤兵了克里米亚半岛, 包括普京在内的众多俄罗斯高官, 曾经指出, 这些地区曾是苏联和前沙俄帝国的一部分。 此外, 俄罗斯还控制住格鲁几亚两个分离主义地区, 以及摩尔多瓦的德烈斯特河左岸地区, 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则指责莫斯科干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治, 这些都曾是前苏联的领土。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总结, 八十年前, 盟军发动, 罗曼底登陆进入法国, 拉开了终结, 纳粹帝国的序幕, 宣告了希特勒的末日。 八十年后的今天, 欧洲却战不重来, 俄罗斯汉南入侵, 乌克兰, 让盟军再次凝聚起来。 我们本以为, 小燕已经战禁了欧洲, 再也没有战争, 但这不是事实, 现在需要民族世界共同应对危机, 新的罗曼底登陆会在乌克兰打响吗? 中俄朝, 邪恶轴心正抵制着民族世界的强大攻势, 百年未游至大变局已经到来, 该敲响专制暴政的上中南。 好,各位观众朋友, 今天的节目到此, 感谢您的收看。